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石山 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的王立强 向外透露了他接受中国情报机构的指派 用大量金钱影响海外舆论 干预台湾选举 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官方称王立强是一个诈骗犯 他的身份在海外也受到了各种质疑 到底王立强是不是中共的间谍 他的老板向心 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11月下旬 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中国反应强烈 除了官媒的口诛笔伐之外 也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 包括暂停美国军舰停靠香港 和对美国五家人权组织进行制裁 12月3号 美国众议院再通过了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中国外交部也立即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官媒说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做出进一步反应 中国还有哪些可能的有利措施 会让美国付出代价呢 简单的说 中国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 在演播室现场的是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 另外还有两位嘉宾通过网络连线参加讨论 一位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郑旭光先生 另一位是政经评论人士恒和先生 欢迎各位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并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中国政府推出了报复措施 除了停止美国军舰停靠香港之外 也禁止了五个美国人权组织进入香港 包括美国的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人权观察 还有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杨建立先生先问一下 你们公民力量好像不在名单里 对不起 工作没有做到 影响力不够 没那么重要 不在名单里 说明您还要努力 还要努力 继续努力 那您怎么看他这个制裁名单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制裁名单 出来多少有些滑稽 因为这个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 它惩罚的对象 如果讲惩罚的部分的话 那么是政府官员 就是对实施了人权侵害的一些政府官员个人 实施制裁 禁止进美国和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 那中国的反应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可能他会挑几个美国国会议员 或者政府官员 或者可能是在香港建了这些抗议者的一些官员进行制裁 没想到 对等制裁 没想到他这个一下子把这个制裁的这个棍子打在了民间社会 美国的民间社会 这几个组织都是非政府组织 虽然有些组织呢 他的这个拨款呢是来自于国会的这个这个拨款预算 但是呢他是一个独立的董事会的运作方式 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那换句话讲呢 就是说你打我的政府官员 我打你的民间组织 这说明呢中国政府他心里对于这个打美国的这个政府 还有国会议员还是有所忌惮的 你比如说这个国会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几乎是一直通过 五百多人 那最后你都限制他进中国吗 这恐怕也很难 那直接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就要断交了 另外对这五个民间组织的惩罚 也说明了一条 就是说中国政府从香港的抗议活动开始以来 一直通过他宣传这个机器 想把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打成三个三个性质 一个是港独 第二个是暴乱 再一个就是海外敌对势力的这个操纵的 那谁操纵的呢 可能就这五个组织了 操纵的 那他想坐实这个颜色革命的他的这种这个定性 那这五个组织我们知道他是推动和平方式来改善人权状况的组织 你要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你说就是他要颜色革命 什么叫颜色革命 就是说我推动民主化 那也没有太差 但是这个中国政府要惩罚这几个组织 再一次了暴露中国政府的一个性质 什么性质呢 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没有别的 他意识形态是可以表面上千变万化 但是他的实质就是一个 就是反民主 反自由 反人权 OK 不管怎么样 反正中国政府这个不对等的制裁 按中国人的话说是雷公打豆腐 专肩软的 郑去光先生 这五个组织其实都是推广民主自由和人权 这些普制价值的机构 中国针对性非常强 制裁这些机构 有什么任何实际的效果吗 您的看法 我看到有些言论认为没有实际效果 我不这样看 因为对这五个组织 他们在大陆几乎是没法活动的 除了跟官方有接触之外 那么这次制裁出来的话 估计他们官方的交流也就停止了 这是一个 但是更主要 它是面向他们在香港的活动 因为香港还是法治社会 所以他们在香港的活动 应该让中共感觉到是一个比较难办的 比如美国的参议员可以到香港去活动 对不对 它毕竟香港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框架下 它是个国际化的大都会 一国两制 这个两制它是一个国际承诺 所以它针对 就是等于借这一次这个人权民主法案 趁机就让这个在香港有活动能力的 这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没法继续活动 这个刚才建立讲的我觉得非常好 三点 港独暴乱和海外势力操纵 这个确实也是他们担心的 也确实是中共担心的 当然一方面这三个里头 说担心 因为港独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暴乱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只有操纵是 这个操纵的 因为它没办法 就是境外势力 它在香港活动合理合法 不像在大陆一样 你随便就可以通过行政 各种机构就可以控制 控制你接触的人员 它在香港它没有办法 一动就是它违法 动辄它违法 如果这些组织在大陆 动辄这些组织就违法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 通过这一次 对五个民权组织的制裁 实际上就是阻绝了他们在香港的活动 那么对于其他的所有的外国NGO组织 也是一个警示 也可以照此办理 所以这个对香港应该是有实际效果的 另外一个的话 中共这个宣传有一点 我们始终不要忘了 它一直是向内的 一直向内的 包括大外宣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说是海外渗透什么的 实际上它更重要的是 通过大外宣出口转内销 就是对国内人形成一种震慑 心理上的震慑 比如说你看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我们跟美国总统都是好朋友 我们跟参与人都是好朋友 我们跟全世界的政府 在一起公筹交错 这个是中国的帝制 这个皇帝的威严所在 当然了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的 中央帝国不是真的中央帝国 所以他要用防火墙来封住 封住很多言论 我还要在那自说自话 那么就这个点来讲 建立刚才总结这三点 也是给国内人的一个说法 港独暴乱和海外势力操纵 是不是那么严重 是不是那么太在乎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觉得说出来 能够在大陆的人民心中激起反弹 这个就足够了 另外一个对NGO组织 因为NGO组织一直是被 中共认为是和平演变的 这种先遣部队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也合乎他大陆内部的 反和平演变策略 因为他们对香港有三条红线 这个是由国务院的港澳办 发出来的三条 第一条是要分裂 第二条就是出现了 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第三条是影响到了内地 实际上我这三条里头 我看他真正在意的是第三条 所以香港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它是经济意义 但是为什么巨大的经济利益 香港如果说再持续的这样走下去 这个经济利益是有大问题的 对 这个政治上的考虑 其实他们还是 对 他们政治考虑更重要 就是仅仅是经济利益 不足以让他忌惮在香港动手武力 而是美国朝野的这种发声 包括川普总统那个说话 当然他有点大嘴巴 说十四分钟 那十四分钟实施 实际上是指的运兵的时间 从深圳到九龙 十四分钟时间就抵达了 高铁 包括对 实际上川普总统这一番话 也是一个重大的情报 他就说明中共有这样的表示 给川普总统有这样的表示 他们要武力解决香港 但是因为美国总统表示反对 尽管他因为为了贸易战 他是不愿意来再提及这件事 但是他也做了表达 对 郑先生 我们待会贸易战的问题 我们待会还要涉及 我先问一下恒河先生 除了中国政府除了制裁这些 本来就被视为 这个境外势力这些组织之外 你觉得中国会不会有 其他的什么措施 能够让美国真正感受到 一些压力的 他会有一些措施 但是能够使美国感受压力 就很难说了 因为我们可以分析 在政治上 他意识形态是对立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措施可采取 在外交上 他可能会进一步的 尤其是维吾尔人权法案通过以后 他可能在外交上有一些措施 就是刚才讲的 在香港人权法案出来以后 没有采取的 就是在签证方面 签证方面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部分国会议员 他原来就是批评中国的人权的 那么这些国会议员 早就被禁止进入中国了 那么还能进入 是中共现在还想争取的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如果采取措施的话 反而对自己不利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就是凡是真正跟人权有关的 那么早就被禁了 他现在要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慈善机构 或者是跟人权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个禁了以后 实际上对美国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伤害的是一些民意 就是民间组织 这些组织本来是没有政治观点的 但如果要禁了这些组织以后 那么对这些组织 就是不是是纯粹人权的 就其他方面的 那么反而中共疏远了 就是说中共要采取措施的话 可能对自己的打击 要比对美国的打击还大 还有一个就是军事交流 这次不是停止美国军舰 在香港停靠吗 那么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如果禁止在香港停靠的话 他可以到台湾去停靠 反而是中共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一些 不太重要的一些合作的演习 或者是合作项目 你像海上救助这些 这些问题其实美国的鹰派 现在正在批评美国军方 就是说不应该跟中共军队 保持这样的联系 如果说中共要取消这些活动的话 对于美国鹰派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大好消息 就是他们想做做不到的事情 中共帮助了 对 所以说目前就是在美国鹰派当中 这个脱钩的呼声很高 不仅是经济 当然经济上他也可以采取制裁 但是经济制裁呢 现在已经有个贸易战那个地方 打得焦头烂额了 不大可能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 作为制裁这个人家人权法案的这个措施 就是说因为经济在这方面 就是贸易战方面 中共现在并不占优势 其实是很劣势的状态 如果他用这个做武器的话 对自己更不利 所以我不觉得他对美国 在任何方面能够起到实质性的 施加压力的作用 郑先生您是研究经济的 现在中美正在有这个贸易战 那所谓贸易协议的这个第一阶段谈判 还现在正在进行 您觉得中国会不会在经贸方面 用这些问题来对美国进行报复 这个川普总统一直表现的是 这个比较犹豫 不仅从言辞上 而且从行动上也是这样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 他一直坚持说 只有一个整体的协议 他才会考虑 那么突然之间就出来了 一个阶段性协议 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 这个罗斯又在讲 这个只有整体的协议 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所以他又稍微的再往回走了一些 那么从中国这方面来讲 因为中美之间是这个顺差 从美国这边来讲叫逆差 就是在这中间 中国有大量的这种外汇需求 所以仅仅的拥抱中国 拥抱美国是他的既定的一个目标 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中共这一方对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开放 他始终是没有松口 他调子一直说是开放的 即使美国给他关起门来 他也向其他国家开放 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八十年代初这个 邓小平讲的一话 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国开放 但是现在的话呢 这个如意算法能不能打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对美国不能开放了 对西方国家这个开放能不能搞下去 是个大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从经济角度制裁美国 好像这个就刚才那个恒河先生说的 那不是正好投了英派的那个 美国英派的这个新议了吗 对 这个是他是不愿意 他不会从经贸方面的 你想他前段时间就是这个 对农产品进行关税制裁 这个已经搞得自己非常被动了 因为中国的工业化 是靠的是这个农民离开土地 是靠农民离开土地 从这个北美进口这个便宜的农产品 那这样一下来 那不就是你自己回去种地去 种大豆去吧 对 完全没有优势的 对 所以你看不出来 他和这个美国之间 这个经贸关系上 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手段 因为你想他两国贸易中间 这个逆差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美国的高技术是不给他卖的 美国的军事产品是不给他卖的 农产品的价值又不高 飞机能买多少呢 所以总体来讲 就是中美之间这个 这个贸易达到平衡是不可能的 应该是永远是这个逆差是永远存在 除非就脱钩 对 除非脱钩 所以郑先生意思是经贸基本上 中国的牌也没有什么 但中国究竟是一个大国 全球经济规模算是现在是第二 全球第二 那杨洁丽先生 难道中国没有什么方法让美国人感到痛吗 或者说 比如说外交啊 或者军事啊 或者支持一些其他的国家 可能会让美国感到担心或者害怕吧 那这些是不是他们也担心会有什么反的一些后果 我非常同意旭光刚才讲的 就是中国在经贸方面基本上是束手无策 因为它本身就是你在这个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关系中 你赚了很多的便宜 逆差三千亿 你要把这个逆差给倒回来 这个光得倒多久 你美国惩罚 你可以惩罚到这个五千亿的这个中国商品 你打到一千多亿你就打不了了嘛 你没法再打了 所以它另外一个呢 刚才我们讲到香港 实际上香港我们只看到抗疫的部分 中国在那实行这个镇压 那另外的一部分大家常常忽略了 就是说它实际上在考虑着镇压以后 香港怎么维持它的繁荣 所以中央政府还有中国大陆 它这个整个的财政支出 要往香港进行倾斜 要创造就业机会 要削减这个香港的大地产商的羊毛 来创造六四以后 中国它限制了政治自由以后的 所谓的经济阀 繁荣 这样才能把香港维持下去 换句话讲 就是我在香港维稳 我要投入一个相当大的财政支出 那么新疆呢 西藏呢 都要投很多钱 那还有其他的省市 所以呢 现在等于说 它这个 我不给它比喻成一个鸟啊 它的两个爪子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大 因为它要维稳 要抓 要抓得起 但那翅膀呢 那个经贸上的能力呢 实际上在弱 所以它现在呢 没有什么太强的 反制的能力 但是有一条 刚才旭光已经指出来了 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给它总结 这几天我们也一直讨论 我给它总结 中国政府继续要开放 叫开放而不改革 这是它的既定的方针 因为什么它不开放 它一定是死掉的 它怎么赖着要开放 你看它的国际社会上 它讲什么生命共同体啊 我们是维护多边主义啊 等等 全是这种调子 就是它不维持开放的话 它可能就要死掉了 但是国内的政治体制 绝对不改革 改革也死 改革也死 就是开放而不改革 在这同时开放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把美国打痛 但是它有办法 什么的呢 让美国打它的时候 美国也感到痛 或者说 让美国打的时候 投鼠机器 你比如说 现在它要开放金融 金融它现在 我听说 就是说它已经想到了 我金融不能永远的封闭 一旦封闭了 如果下一个 从贸易战 到金融战的话 那金融战一打 别人感不到痛 我要和你形成一体 你打我的时候 等于打你 这个办法 可能它有一些 还会往那个方向去做 另外一个呢 前一段时间 川普表现出来 对于他的选民 可能要失去 基本盘的那个担忧 比如说 他那个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中国政府 就打他的软肋 不断地给他 扯来扯去 现在川普也明白了 中国现在已经明白了 就是说 我下去以后 上来的总统 也许同样的强硬 所以他说 我现在不在乎了 也许我等到这个大选以后 再跟你谈了 反而这个中国 又失去了这一张牌 所以我觉得 可能中国政府 还有其他牌 在哪用呢 比如说 被朝鲜的问题 被朝鲜 对 伊朗的问题 等等 这些问题呢 他还有他的 相当的影响力 比如说最近 韩国的一个 经济数字出来 说2018年 我忘了是2018年 还是2019年 应该是18年 19年还没过完 这个朝鲜的贸易 92% 适合中国的 也就换句话讲 中国如果不给他贸易的话 他经济好像就死掉了 打所谓的打仗啊 打什么这个制裁 这个金正恩呢 朝鲜 无非就是要掐 掐到他的脖子 掐到经济上的脖子 不要给他输血 他经济上没有能力了 他怎么发展和武器嘛 所以呢 中国成为一个最大的输血国 那除了对朝鲜 可能对伊朗 对其他国家 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在这方面 他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会给美国啊 在各个方面进行撤肘 好 那除了我们刚刚谈的 这些问题之外啊 最近呢 引起全世界关注的 另外一个事件 是中国间谍王立强 向澳大利亚投诚 揭露了一些啊 中国渗透港台 操纵当地舆论 甚至操纵选举的 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问一下横河先生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 外界对王立强这个身份 有很多的争议 那你从你的经验来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间谍啊 到底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这个人绝对是一个间谍 是一个特工 这个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军方的特工 至于说他有没有编制 或者有没有军衔 这个并不重要 因为中国的这个特工啊 他分几种一种 是专业特工 所谓专业特工的话呢 指的是有编制的 而且是在真正的情报机构里面的工作的这些人 但是呢 中国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有一个更广泛的 就是在专业机构当中呢 他也分不同的等级 就是在系统里面有编制的 和系统外面没有编制的 就当时拿着这个 就是到香港去不是有移民吗 国安部和公安部都有移民的指标 对 你像赖昌星就是拿这个指标去的 他拿这个指标去 其实他也是有情报任务的 但是他并不是情报系统里面的人 就这一类的有相当多的 就是说是不在编制里面的情报员 那么其实这个美国情报专家 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军事核情报的专家 就是Mattis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人呢 很可能就是一个cut off 就是一个熔断器 就像那个电路的熔断器 就是说这个间谍机构要实行任务的话 他要使用一些外围的人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要有人来沟通 就是从情报机构到外围执行者 那么这个执行者呢 因为第一线的就像绑架那个书商 那么第一线呢 他不可能事先通知香港警方 说我们要来绑架一个人了 不可能这样 所以警方可能不知道会误抓 一旦逮捕以后呢 他可能就会把他说出来 所以这些人是不能认识真正的老板的 所以在老板之间呢 他要有一个人来联络 做一个保险 他就起这个作用 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呢 他可以知道比别人多呢 他是他的老板向心的亲信 就是说他有私人关系 就像当年你知道 这个余强生啊 余强生从他的身份来说的话 级别和身份和他的这个工作的方面 他不应该知道金无怠的 但是他怎么知道呢 是因为他自己的太子党身份 和他当时跟这个国安部部长的关系 有人说他可能是助理 就是说这种关系才得到了一些消息 也就是说他是有一种更微妙的关系 这个王立强跟向心之间还有这种关系 所以很多事情呢 关键的事情呢 让他去传信或者是让他去做 这样的话他还可以听到很多 从他讲述的所有的内容来说的话 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看到 就是对外国投诚的间谍 公开的讲过这么多这么准确的情报 就对香港对台湾对澳大利亚 都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说对他的身份的质疑吧 真正有关的应该是情报机构 就是说他如果是假的 他提供假情报 受损的是相信了他的澳洲情报机构 但是显然澳洲情报机构并没有 就是很把他说的话就放弃了 他情报机构其实说得很清楚 我们会很重视他 把他说的话很严肃的 很重视的对待 而且你看进一步现在调查正在进行 所以说他讲的东西 都可以用其他的方面的事实来验证的 就是说他讲的都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质疑他的 很多都是有特殊动机的 而且你可以分析出来 每一个质疑他的人有什么动机 都可以分析出来的 对 王立强背后他这个案子 他背后的老板向心和他的太太公心 现在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人 这两个人现在已经被台湾方面 留在台湾了 这个要协助调查 这个事情他们这两家公司 包括中国创新和中国趋势 您觉得就是说是不是情报机构呢 好 这个对于这个他是不是情报机构 这个王立强是谁 我都没有能力判定 但是我从几个层面去分析他 我觉得王立强事件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不要混为一谈 第一个就王立强是谁 他是间谍吗 是间谍的话是多高级的间谍 还是不是间谍 就是一个路人甲 或者按中共的说法 就是一个骗子 这是第一层面的问题 第二层面的问题 他铺露的信息或提供的情报 是不是有价值 那如果他是高级间谍 当然一般来讲提供的情报就有价值 难道路人甲提供的情报就没价值吗 这都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了 这是第二来问题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所这个事件本身带来了政治影响大不大 我觉得是三个层面去看这个王立强事件 第一个王立强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那个我觉得最有权威的可能是最后是澳大利亚的情职单位 最后他根据他的调查 可能会给世人做某一种交代 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交代 就是他可能是路人甲 也就是说他知道情报 但不是一个很高级别的情报的人员 不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难道他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没有价值吗 信息没价值吗 并不因为他是个路人甲 他提供的情报就没有价值 有没有价值 也只有澳大利亚这样的情报单位 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但是有一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向心是不是间谍 如果向心是间谍 那就说明我不管王立强是谁 他提供的这个信息是相当有价值的 对 对吧 而且向心是不是间谍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因为台湾的检调部门在调查他 对 他会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因为已经跟人扣住了 不严肃的对待是不可以的 这多么大的一件事件呢 对 所以从某种形象上 我们会知道向心是不是间谍 如果向心坐实了是间谍 即使王立强是个路人甲 他提供的情报 是他的一个朋友 也太有价值了 是吧 是非常有价值 那你刚才问我问题 我怎么回答呢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间谍机构 我说 他是间谍机构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按照中共的运作是 他本身就有一定的军方背景 他本身就做过副总理的秘书 对 等等他这个出去建了个公司 一般来讲 你一般人建了公司 影响力那么大 他都会有国安的人进去帮个忙吧 对吧 做到这个 那像他这个呢 我觉得附带着一定的间谍任务 这个基本上我认为是很可能的 几乎是百分之百 我还不敢讲 因为我不专业人士 我还没有什么信息 但是我还不能断定是 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相信是不是间谍 对 那么第三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 王立强事件造成了没造成政治影响 我认为造成的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 现在是很明确的 我不管他哪怕是个骗子呢 他现在政治影响也非常大 因为 直接影响台湾的总统选举 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在讨论 中共的间谍 中共的影响等等 大家每个人都都在警觉的时候 忽然来这么一个案子 即使它就算是个路人甲 台湾也做了相应的反应 这种反应已经产生了政治效果 澳大利亚也做了相应的反应 也有政治效果 所以我是从这三个层面 去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好 实际上在中国的情治系统里面 并没有 我估计在全世界 并没有一个职位叫做间谍的 对 只不过是间谍是 大家对搞情报的人 职业 对 就是一个职业的称呼 所以这个说法 其实有点牵强 我这个问题本身有点牵强 中国的情报工作在国外 大家叫间谍 在国内可能就叫特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活动也非常的活跃 我们知道了 不管是总参二部 总参三部 总政一部 那还有中调局 还有中联部 还有这个统战 还有国安部 还有公安部 他们都在 还有桥办 对 还有桥办 还有统战 政协 这些都是在做很多这种情报的工作 那 郑聚光先生 您从中国出来不久 中国这样的一个系统 是不是特别的庞大 我想这个本来是一个逻辑推断 就可以搞清楚的事情 共产党搞这个间谍工作 它和这个历史上传统之间的这种 国之间的这种间谍完全是不同的 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这一点我倒建议大家 那个重温一下共产党宣言 就是整个共产国际系统 它的出建的时候 它的使命是颠覆掉整个这个历史上存在的这种 私有制文明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状态始终 是一个地下状态 即使是建国建政了之后 它的内心还是一个这个状态 因为在普遍的这个历史典籍里头 在人民的心里头 还是有这种深厚的这个私有制的这种观念的 另外还有这种冲动 私有制的冲动 人性 在这个情况下 尽管它有强大的武力 强大的资源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种地下心态 对 还是有一种地下心态 因为尽管马克思可以把它论证的这个光明正大 但是毕竟在人心中间得不到真心实意的支持 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始终要掩盖自己 对 始终要掩藏起来 没错 所以在掩藏起来 对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它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势力 但是即使在国内 包括在香港 它还有很多 也在做地下工作 还在做地下工作 对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因为今天有时间的关系 最后给那个杨建立先生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最后 这个向心和攻心 在台湾的这个调查 会不会有更多 更爆炸性的这个消息 让我们大家知道 我觉得应该会有 比较令人震惊的消息出现 震惊是大家逻辑上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具体的事实 可能这个证据链要加上 我觉得王立强的是这样 王立强 澳大利亚的这个情报部门已经说了 他是这个 也就是路人甲 他有一定的情报性质 但是路人甲 即使这样 我认为 我觉得澳大利亚 给 我也支持给这个 王立强政治避难 因为什么他已经构成了 回国遭受政治迫害的要件 这第一 第二 一个路人甲 带着一个信息 让如果是不是特重要的话 你都能够给他一个政治避难 那现在就可能有大鱼 就要游过来了 这个大鱼 可能就是后面一串 对对 就有人拿着重要的情报 重要的人物 拿重要情报来投诚了 是 所以有人现在都怀疑 这个王立强 根本就是CIA的一个尔 他为了钓后面一大串的鱼 可能过这么几个月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大鱼 到底有没有上钩了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 和我们分享非常精彩的观点 也感谢观众和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 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 并且转发和点赞 我是石山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